接著請李桂敏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程序問題想請示主席 就是因為質詢是委員的權利 是不是可以拜託這個主席 就是說官員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針對問題先檢答 本席一定會有時間讓他做後面的補充 所以如果有 就是說太發散時間的話 麻煩主席才示一下自止 可以嗎 那個委員沒問題 你盡量問 如果你覺得需要主席才示的時候 你再隨時可以 好 謝謝您 好 那我們有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辛苦了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本席沒有任何意思要為難任何人 所以院長需要支援的時候 任何的幕僚人員都歡迎 上台來支援這個院長 我的第一個問題呢 其實是要請教院長的是 院長您認同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新冠 這個 它所造成的一個對經濟上面的衝擊 其實是 繼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的衝擊 您認同嗎 認同 很好 那院長我想請教你的 就是說 我們在防疫的部分 我們有疫情指揮中心 它可以隨時應變處理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其實台灣的這個防疫的措施 在全球上面來講 還是不錯的 但是從經濟的衝擊面上面來講 我想請問院長的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設置類似像 疫情指揮中心一樣的一個單位 來處理我們台灣所面臨的經濟的困境 疫情指揮中心也是根據 傳染病防止法等 我們依法設置 院長拜託一下 這個就是 院長 這個我們沒有這樣設置 好 謝謝 對 因為麻煩針對問題回答 那院長您認為 我們以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個類似像 疫情指揮中心的 這樣的一個單位來處理 我先給那個院長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提示 為什麼會有提示的原因呢 因為我知道院長 您是跟我一樣是學法律的 所以經濟的部分呢 可能未必涉入那麼深 所以我先給您一個提示 就是說 這一次的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的衝擊 它跟2008的金融海嘯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的一點呢 在哪裡 它的衝擊會比2008金融海嘯以來 它衝擊更大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我們是講 2008金融海嘯的時候呢 它是因為它的這個資本的信用呢 過度的膨脹 所以它的漸進式的衝擊到實體的經濟 那細節的地方我不提 因為時間的關係 院長可以看一下這個 可是這一次新冠病毒的情形呢 在第二頁的部分呢 它是完全不一樣 新冠病毒的部分呢 它是直接就衝擊到實體的經濟 因為它衝擊到實體的經濟之後 你可以看到全球主要的國家 主要的市場 它幾乎是進入封鎖的狀態 我們待會同一片會給院長看到 美國歐美國家 它都進入封鎖的狀態 經濟活動呢 它是幾乎未來啊 很短的時間 它幾乎要全面的停滯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高盛 投資銀行高盛呢 它已經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呢 它預測 接下來你會看到 一個很大波的一個失業的失業率 它會攀高 所以呢 院長您同不同意 這一次的新冠病毒 所造成的經濟的衝擊呢 它就有點像 它第一波呢 就有點像是 這個颱風的土石流 一下子從中國大陸衝向全世界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呢 其實這個應該是你的幕僚給你的報告啦 但是因為我的問題呢 我需要讓你有一點準備的時間 所以我幫你先做了一些摘要 我們看中國大陸呢 工業產出它減少了13% 零售呢 它減少了20% 這個還是2月份的數據喔 還不是3月份的數據喔 它的固定資產投資減少了24% 我們再看看台灣 台灣的數據看起來 2月份的數據看起來好像不錯 對不對 我們看出來的是 我們出口2月份的部分 前兩個月呢 是成長了6.4% 對香港呢 跟大陸成長了8.7% 對美國呢 是成長了8.4%的部分 然後 但是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外銷訂單的部分 外銷訂單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衰退的喔 院長 我們的出口呢 是佔了我們的一個 GDP一個極大的一個比例 我們看到我們外銷訂單 衰退了7.8% 對中國大陸部分衰退了6.3% 對美國的部分衰退了5.5% 我們的股市呢 跌破萬點 我們的股市跌破萬點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 第一波呢 就像颱風的土石流一樣 整個掃 從中國大陸掃向全球 但第二波 最大對台灣的經濟的衝擊是什麼 它比較像是海水倒灌 反撲回來 反撲回來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其實在2月過萬年之後 它慢慢開始的復工了喔 可是我們看到 這個歐美的 反而 它開始做什麼 它開始做封城官場的動作 有很多的企業 因為它實施隔離的政策的關係 所以這些企業已經開始 它沒有需求 好 那我們講說這些的影響 我剛剛跟院長您報告過了 出口呢 佔台灣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比例 我們看一下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部分呢 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任何的具體的措施 所謂的沒有看到具體措施 但是並不是說經濟部沒有做任何事情 有 經濟部呢 做了一個防疫 這個千萬寶的事情 所以它對中小企業有沒有做事情 其實是有做事情 所以院長我不是在批評任何人 我只是說 我們在防疫的方面 做了這麼多 接下來的經濟衝擊 接下來的失業率 它對於台灣整體的影響 它是更大的 那這個我們其實應該要預做準備 我們在防疫的部分 我們講說我們超前防疫 從經濟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們台灣並不是一個 可以自給自足的一個國家 我們的出口是佔了我們經濟的 一大的一個比例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面臨這次 新冠病毒的情況之下 它的經濟的衝擊呢 我跟院長報告 這個我在二月份就提出來了 沒人理我 就是在國事論壇的時候 那個時候行政官員都在 還是沒人理我 到三月初的時候 特別預算的時候 我在財委會的時候 提出來的時候 四個部長也沒人理我 那你看看今天的情況 我講供應鏈的部分 它有中斷的可能性 可是那個時候呢 您的成員跟我講說 這個業界它有庫存 但院長 庫存呢 業者他會自己做庫存 但政府也該做點事啊 是不是 所以對於供應鏈中斷的部分 怎麼辦 需求為什麼會中錯 因為我剛才已經先跟院長報告了一下 前面因為歐美國家的部分 他因為隔離政策 所以他的工廠也可能會關 所以他的需求也可能停 試問院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 台灣的產業怎麼辦 第三個呢 我們講說油價大跌 大家可能覺得說 油價大跌好啊 現在油便宜啦 但問題是說 通常我們都從歷史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知道 油價大跌它可能隨著過來 就是整個經濟的蕭條 我們怎麼樣來應應 更重要就是我剛才跟院長報告的失業率 您看到我這邊引了一個圖表給你 就是高盛銀行 他講呢 2020年的部分呢 他預測啊 這個的失業率呢 會整個攀高 院長你有沒有看到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呢 他還不到這一次高盛 預測失業率的一半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剛跟院長報告的就是說 院長 您是不是會考慮 對於經濟的部分 也成立一個 類似像疫情指揮中心一樣的 我們在疫情指揮的部分呢 我們強調了超前部署 今天雖然經濟的部分 我們還不能算是超前部署 但最起碼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一個單位 能夠做這個因應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台灣的企業 防範於未然 院長 這個承諾 你可以給還是不能給 我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由我來主持的 相關因應的 一個甚至於是由總統主持 經濟的部分嗎 總統主持 相當國安層級 就是針對經濟衝擊的部分 院長 是不是經濟的部分 對 好 謝謝您 那我接下來要問 就是說 院長您剛提的這個問題呢 講得很好 就是說有一個是您主持 有一個是總統主持 那我就要問了下一個問題呢 在我這一次查資料的時候呢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國發會呢 在過往 我們看到這個投影片上面 從90年度到108年度 每一年它都會定一個經濟成長的目標 我們看到這個108年的時候它做了 它是在107年的12月份做了 可是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109年的經濟目標 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 是國發會沒做呢 還是是什麼樣的狀況 請各位主委說 有沒有做就好了 只要說有沒有做就好了 只要說有沒有做就好了 我們沒有再做這一個 沒有做的原因是為什麼 從民國90年到108年的一個期間 每一年都做 可是在今年它不做 是因為新冠的關係 你沒時間做還是怎麼樣 沒有是因為我們要配合整個的國發計畫 做四年的重新調整 那為什麼其他在90年到108年都可以做 偏偏在109年不能夠做 這個是我第一個問題 院長還有其他問題 那院長我想請問你 那麼以現在我們受到 國際衝擊這麼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院長您預測 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會有多少% 這個我不專門 你不專門但是你的幕僚可以跟你打pass 我一開始就說 我歡迎所有的幕僚 可以上台來 但院長啊 台灣的經濟成長的目標 你不能夠說你不知道啊 院長 好那我請 國外委員會跟你說明 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會是多少% 報告委員 因為目標的設定上 先不講 拜託 我剛剛前面就提了程序問題 你只要告訴我 你有目標 到今天 今天就好了 你有目標還是沒有目標 有目標的話多少% 我們沒有設定目標值 沒有設定目標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成長目標是不是很重要 它其實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碰到國際經濟衝擊的情況之下 你有目標出來 你才知道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隨時提醒你 你應該要有一個因應的措施出來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行政團隊啊 我知道院長很辛苦 但是我不得不說啊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散殺一片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誰說了算 我們看一下 主計處呢 在二月份的時候 疫情已經發生了 主計處在二月份的時候 說我們的經濟成長目標有 2.37% 主計處在2.37% なので我為什麼把圖片出來給大家 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啦 主計處在說有2.2% 然後我們看到央行呢 同一天呢 央行在考量說 他已經有降息 給中小企業融通方案的時候 2500億的時候 他講說 經濟成長預估呢 只有1.92% 那院長剛才我資訊其實是你幕僚該給你的 我都給你了 那你說說說看 經濟成長 台灣的經濟成長應該有多少 應該主機長講的那個是預測而不是目標 主機長講的算 所以你今天就是今天3月24號 那央行呢 央行不歸 他們是預測的吧 主機長也是預測啊 主機長不是預測嗎 主機長跟央行做的都是預測 而不是設定目標 那主機長做的部分是2.37 然後呢 他們在同一天 同一天的地方呢 一個是2.2 一個是1.92 那個主管的意思是說 2.2跟1.92是一樣的嗎 跟委員報告 央行有特別說明 他並沒有把這一次紓困的1000億放進來 所以是1.92 如果放進來就是主機長所提的2.2 那很好 最起碼我想我們全民都聽到了 所以簡單來講 院長您的這個今年 我可以簡單的結論 他是預測啦 我沒有說他一定要那個 他的預測在今天3月24號2020年的 我們行政團隊對於在現狀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經濟的目標是2.2 謝謝 我的第二個問題呢是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1000億的紓困金額可以撐多久 因為我知道那個 其實平安講在這個困難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全民一致 一心一致的喔 所以不要認為說我今天在質詢呢 是為了要找麻煩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只是想知道幫全民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紓困1000億 我們大概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在這個整個隊員剛剛通過的特別預算是600億 對但你又加了你又加了私房錢 對 那我們對於相關的這一些做法這一些 我們對於各部會 我剛剛集合他們 院長我的問題是說你可以撐多久 所以我在前面提程序問題就是特別拜託的 你現在的可以程序多久 我因為時間關係我把 我把這個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台灣啊 類似像400億的非營業基金的私房錢 有多少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真正的行政單位認為 可以支撐疏控的規模的極限 到底是多少 最後一個問題呢 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台灣做了什麼 院長我再幫你摘要一下 我們看一下美國做了什麼 好不好 美國呢降息四馬 7000億美元入市 美國府會呢進行討論1.3兆美元的紓困計畫 5000萬呢 5000萬美元要直接發放現金給人民 直接發放現金給人民 加拿大呢他也提了820億的家園 約3%的GDP的紓困的計畫 日本呢是提了30兆的日元的緊急刺激方案 英國是350億英鎊的一個方案 台灣做了什麼 台灣 好 謝謝 沒有回答了 是不是 可以啊 你們如果希望行政部門 沒有回答了 拜託 可以啊 只要委員需要 他們都會在書面把委員最後的問題回答 沒有問題 等一下請行政單位 把最後李貴敏的問題做一個書面回答